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方人士推动大庙新学的精神真的让人很感动 拍摄这段影片的公民记者朋友也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现场观察的心得 村落它都有人口外也但是我们希望说从这种地方 然后从教育着手的话就是其实在这种地方的活络 然后就是青年学址可以也是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知道说我们有一些文化的发源 山山也可以做公益 有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 他们为了要帮助低收入的宗措生能够继续回到学校念书 目前正在中央山脉进行大众走 希望能够筹募捐款 我们来看看他们出发时候的情况 我愿意 我愿意 以最虔诚的心 以最虔诚的心 向中央山脉学习 向中央山脉学习 也希望 也希望 中央山脉 中央山脉 给我们一趟平安快乐的旅程 给我们一趟平安快乐的旅程 还有好天气 还有好天气 仅此以水代酒 仅此以水代酒 进山 进山 公益中央山脉大众走 出发 加油 加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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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幸福啦 谢谢 拜拜 加油 拜拜 这三位年轻人将用30天的时间走完250公里 这样的精神让采访的公民记者要认深受感动 因为光是从平地到登山口 就是一段很远的路程了 我们来听听要认采访时候的心得 现在好像年轻人会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好像还蛮少的 然后那时候就有听到这个消息 就是他们要从宜蘭这边进到中央山脉 那时候也是很犹豫 因为路途还蛮遥远的 宜蘭这边上到那个南湖大山登山口 已经觉得路途很遥远 然后中间还吐了一次 那他们是要用走的方式就是走完 像中央山脉上面的那个天气这么快 而且又天气不一定 然后空气又吸引 那他们有这样的勇气 想要花30天来走这样的一个重走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 欢迎您上Pepo公民新闻平台留言 Pepo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